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就是来源于画像中的记忆女神 而记忆女神的女儿中 司广文艺的谬斯女神 卡丽儿帕和光明神阿波罗生下了一个儿子 他叫俄儿腐斯 他有一个老婆叫欧绿迪克 两人有一段悲惨的爱情故事 欧绿迪克不幸被毒蛇咬死 俄儿腐斯三心欲绝 前往地府祈求明王让妻子返回人间 明王受到感动 同意了他的请求 但明王告诉他 让他领妻子走出地府前 绝对不能回头看他 否则他的妻子将永远不能回到人间 俄儿腐斯带着妻子一路逃跑 由于妻子被蛇咬伤的腿喂好 在即将离开冥界时 他听到妻子的埋怨 忍不住回声响报妻子 突然死亡的残壁 又一次将他的妻子拉回死国 俄儿腐斯功亏一篑 只好一个人返回了人间 俄儿腐斯可能暗喻着游戏中的侦探奥尔菲斯 而欧绿迪克则可能是庄园名字 欧地利斯的灵感来源 我们在官方的宣传片中 也能看到小女孩和她的妈妈上升火海 寻找的人早已不在人间 最终她只能一个人独自离开庄园 你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你有更好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哦